比赛小祖赛第一轮 也是8月14号这一天比赛最后一场女子排球的小祖赛 中国队迎战美国队的比赛 这场比赛是在雅典当地时间8月14号晚上9点半 北京时间是15号凌晨2点半进行的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因为我们刚才可能已经 女排中国女排的出场阵容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现在在这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 现在我们向您转播的是第28届夏季奥运会 女子排球小祖赛第一天的比赛 最后一场中国队和美国队的比赛 这是地主的一场比赛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 主类二船二号队长冯坤 两个主攻是三号杨浩和十五号王琳娜 两个副攻是四号刘亚南和八号赵蕊蕊 坚硬二船是七号周苏虹 自由人是十六号张娜 这场比赛也是赵蕊蕊 今年第一场正式的国际比赛 美国队今天也派出了最强的阵容 他们的主二船是十一号阿末 两个主攻是一号黑普斯和十五号川普洛根 两个副攻是二号斯克特和七号波恩 尖亚尔船是三号汉吉夫 当然我们都知道 他在今年三月份的比赛当中 三月份的训练当中 他的右腿小腿骨折 今天比赛一开始 刚刚打了一个球 好像就出了一点问题 他的右小腿还打着厚厚的夹挡 这样中国队在比赛开始之后 教尔队打了一个球之后要下场 现在换上了来自天津的副攻手张平 在这一段时间里边 在瑞士女孩精英赛 世界女孩大奖赛当中 都是张平打的主力的副攻 贝普斯在四号位打一的长线 把这球扣重 中国队今天是穿了一身新的比赛服 这是美国队优秀的副攻手 多次比赛最佳篮网的获得者 二号斯科特 在今年很多美国队的比赛当中 二号斯科特和七号波恩 这两个主力复攻手 都很少同时出产 他们一般都是六号巴赫曼 一个年轻的队员 和另外两个老一点的复攻 在场上打主力 但是今天美国队 就踏上了最强的队伍 今天二船是汉尼夫 汉尼夫这个队员身材很高 两米 但是在技术上显得稍微粗糙一点 不过他的强攻实力很强 刚才是汉尼夫在后排一个 这个球他还是想发力扣 但是失误了 美国队球不到位 但是还是传背6 双方往上征球 终于重新发球 还是杨浩在发球 场上的比分是3比3 一号菲普斯 他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时候 参加了比赛 但是在1991年 他被查出服用了违禁药品 让人被禁散 不过在2002年的时候 又重回美国国家队 美国队遗传不错 打复攻 中国队把球篮防起来 拉开到4号位 王丽娜 王丽娜扣球得分 小球4比3 让中国队抓了一个防反 这场球双方的争夺 首先是在心态上面 其次是在气势上 第三才是技战术上面 技战术上 首先是发球和一传 对于两个队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每个一传到位 4号位拉开高点强谷 KF4的扣球 中国队后排把球防起来 但是这个球 裁判判中国队连击 4比4 今天的比赛 我们是在雅典前方的 国际广播中心 对着电视画面 向大家进行解说 非常遗憾 你排的比赛 我们没能够去比赛现场 著名的何平友谊体育馆 为大家做现场的评论 18号张平 他是来自天津的副攻守 身高1米87 跳发也比较有威胁 美国队这球半到位 打起强攻 王莉娜把球垫一下 文坤给一个后排 张平进攻 这球最外了 这也是来自天津的自由人 16号张娜 张娜身高是1米81 她是80年出生 今年24岁 现在发球的是 美国的主攻 1号菲普斯 这种平冲的飘球 对中国队还是有一种威胁 这球王莉娜打一个长线 落在对方的底线上正好 比赛开始之后 王莉娜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球战欲望比较强 在场上显得很兴奋 王莉娜也是这支中国队最终 奥运会比赛参加的最多的选手 96年她就参加了奥运会 每个队一传不好 刘亚南一个探头把球扣中 7比5 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 集体里面 中国队的主教练是陈珠和 人队到位之后打前块 7号波恩把球扣中 7号波恩也参加了上级奥运会 身高1米90 今年是26岁 美国队这个主力阵容当中 除了1号菲弗斯和3号汉尼夫 其他四个人 加上自由人斯科拉 都参加了2000年的新年奥运会 从大赛经验上来说 比这支中国女排要丰富一些 中国队现在领先8比6 进入了第一局的第一次几乎暂停 奥运圣火点燃激情八运 编辑短信28 一路路发送到8006 连空路路发送到9868 加入运动热浪 赢统千元健身基金 一起来吧 打得无精打采 但是日本队还是没有办法 另外东道主希腊3比0 战胜了肯尼亚 其中有一局 第一局是25比7 可见肯尼亚的实力是很弱的 在A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 是意大利3比0 也比较轻松 胜了韩国队 这是赵蕊蕊 赵尼亚的腿可能又出现了一点问题 是需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虽然在前一段的恢复当中 赵尼亚他恢复得不错 但是都没有打过这么激烈的比赛 今天的比赛让赵尼亚首发 确实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 在赛前很多行家都预测 赵尼亚不应该首发 美国队拉开到二号位 中国队今天后排防守不错 后排的取位都比较准 美国队后排进攻 一号菲普斯后排进攻 被中国队拦死 9比6 在比赛开局这一段 中国女排在网上给对方 还是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特别对对方进攻的篮防 中国队今天做得不错 所以美国队进攻命中率比较低 无论是美国队副攻守波恩的进攻 还是主攻守菲普斯的进攻 中国队都多次成功的防径 另外中国队所在的B组 也进行了两场比赛 古巴是2比3 在第一场比赛里面输给了德国 这场比赛古巴是25比20和26比24 先胜两局 但是被德国队连班三局 另外一场比赛 俄罗斯队3比0 也比较轻松地战胜了多米尼加 多米尼加三局比分都没有上20 好球 王丽娜的发球又得分了 王丽娜今天在场上 她的状态调动得非常好 很积极 每一个球打完之后 都 这个跑动的范围都特别大 说明她今天的比赛是很兴奋 奥运会的赛场对于她来说是非常熟悉的 96年的亚特兰奥运会 王丽娜一举成名 漂亮 这个球周苏洪达第二点 有钱快的掩护 这球冯坤背传到2号位 由周苏洪达背溜把这球扣中 11比6 中国队领先了5分 看来中国队并没有受比赛一开始 赵尔蕊就下场的影响 赵尔蕊的伤势 这个腿怎么样 恐怕还要到医院 拍了片子之后才知道 在此之前呢 是据说拍了一个片子 说她右腿的裂纹 骨头的裂纹已经消失了 美国队的强攻 中国队把球垫起来 但是垫到了王口 汤姆罗根 把球扣中 汤姆罗根在今年以来 他的状态非常不错 汤姆罗根在2003赛季的时候 2002到2003赛季 是到巴西联赛打球 2003到2004 他加盟了意大利的A1联赛 这两年进步非常快 这名选手也参加了上级奥运会 但是在这几年当中 他成熟起来了 已经成为美国队的主要得分手 这球打手出界 12比7 中队还是领先5分 今天的女排六场比赛 看起来是第一场最难打 就是古巴和德国的这场 双方在场上的发挥都不好 都非常紧 后面的比赛 好几场比赛 因为强弱比较分明 所以大家都发挥的比较正常 没有特别好的发挥 但是也比较正常的发挥了水平 今天的比赛 看来中国女排在比赛一开始 首先卸下了包袱进入状态 美国队刚才又换下了老将克罗斯巴特勒 换上了菲普斯 现在美国队换人 两人次换人 4号伯格替下到后排的坚硬二船 3号汉尼夫 他是一个二船手 另外12号梅特卡尔夫 这是坚硬二船 换下在前排的11号阿末 这样保持在前排还是三点进攻 他的二船是在 通过换人之后 他的二船还保持在后排 这是美国队常用的一个战术 准备发球的是15号汤姆罗根 美国队发球最好的一名选手 周思红一船不错 美国队有效拦网 拉开 强弓 菲普斯强弓被张平拦网拦死 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 拦网现在至少已经得了三分 美国队主教练 吉田敏明 现在又叫了一个暂停 在今年两个队的交手记录上 是美国队两胜一负 他赢的两场都是3比0 输的一场是2比3 其中两场比赛是在世界女排大奖赛当中 双方打成了一胜一负 另外一场是在瑞士女排精英赛 这是一个邀请赛 是美国队获胜 而以往的比赛结果 对于这样实力非常接近的两支球队来说 以往的比赛结果 对于今天一场全新的比赛来说 不具备任何参考价值 但是因为这些比赛都已经打了 很难免就会对队员在心理上产生影响 所以对于双方来说 如何去忘掉过去比赛的结果 无论你是赢了也好 还是输了也好 去忘掉这个比赛结果 专心地投入到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谁能够做得更好 谁就能够在今天的比赛 能够发挥出更高的水平 其实美国队的接应二传当中 12号梅特卡尔夫 他的技术是非常全面的 他的弹跳比较好 制空时间长 手法的变化也很多 只不过吉田米明觉得 汉尼夫可能在身高上比较好 无论是拦网啊 还是进攻 可能强攻上面要好一些 所以他一直用汉尼夫打主力 接应二传 这球排翻盘 篮在界外 中国队得分 卡普洛根的后排进攻 这是一个后排快 有前块掩护 但是中国队篮网判断非常好 篮网得分 16比9 第一局比赛打到现在 美国队的进攻 被中国队全面的遏制 光荣与梦想 火热排盘引爆激情 编辑短信33 移动用户发送到8006 联通用户发送到9868 赢取500万像素数码降机 关注奥运排球 留住精彩瞬间 中国队和美国队在奥运会的历史上 从84年中国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以来 一共交手过五次 1984年小组赛中国队是1比3输给了美国队 但是决赛3比0战胜美国队 历史上第一次拿到了奥运会比赛的金牌 1988年小组赛中国队是3比0胜了美国 96年小组赛3比1胜了美国 上届奥运会在悉尼小组赛也是1比3输给了队神 那届比赛美国队发挥的非常出色 获得了第四 现在在场上的美国队 基本上还是获得上届奥运会第四名的班底 只是在主攻上补充了一个菲普斯 他替下了克罗斯巴特勒 现在第一局的比赛 接着进行 汉姆罗根的一传还是不错 这个球判美国队扣球不过往 四次击球 17比9 中国队领先了8分 美国队还是重新把主力的阵容换上来 3号汉尼夫和11号 阿末重新上场 美国队的主要二船是阿末 3号汉尼夫和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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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汉� 击传到位 传背溜被对方拦回来 美国队防反机会 结果人希克拉这个球不敢往上送 还是打强攻 一号菲普斯把球扣中 美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 他的强攻用的还是比较多 特别是依靠菲普斯这个点 但是效果一般 从前一段的比赛情况来看 效果比较一般 美国队推攻中国队防反机会 拉开好球 王琳娜今天的扣球命中率也比较高 王琳娜在世界女排大奖赛 打到最后总决赛阶段的时候 他的状态有所下降 现在在进攻上 中国队18次进攻得了10分 而美国队20次进攻得了5分 美国队的进攻 今天没有打出正常的水平 但是在世界女排大奖赛的时候 我就感到王琳娜可能作为一个老队员 她可能有点掌握自己的状态 要留着最好的状态在奥运会上表现出来 美国队还是落后6分 周四红遗传不错 轻掉 这个球应该注意 对这种乱球自己的准备要充分一点 主裁判判了中国队持球 彭坤作为队长 在场上只有他有资格去和第一裁判员进行一些交流 主要是统一一下在一些技术环节的认识 可能我们队员觉得这球不应该算持球 但是裁判的认识和我们不一样 中国队后排进攻 杨浩打了对方一个卧果 这个后排进攻速度也很快 陈忠恒还在找这个按铃 因为现在你无论是暂停还是换人之前 要先鸣敌示意裁判 一船到位 今天美国队打的 没有打出自己特点 还第一局到目前为止没有打出自己特点 还有一个迹象就是 他的二号斯科特 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任何作用 现在斯科特到了前排 快球 对球斯科特准备的非常充分 这球肯定是要给他了 19比15 中国队还领先4分 现在中国队主教练陈忠恒叫了一个暂停 刚才看这个按钮在哪 马上就用上了 中国队还领先4分 包拥会的分组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队是分在了B组 这个组的实力比较强 除了世界杯冠军和第三名 中国队和美国队之外 还有欧洲区预选赛的第一名德国队 2002年世界锦标赛的第三名俄罗斯队 另外还有上级奥运会的冠军古巴 以及多米尼加队 这个组当中只有多米尼加 他的实力是偏弱一些 德国队从以往的比赛来看 他实力也应该要稍弱于其他四支球队 但是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由于古巴队自己发挥的很差 他们的进攻命中率只有40%不到 最后是2比3输给了德国 但是德国在小组出现的这个竞选上面 赢了土巴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 双方在网上征球 还是在网上 这球都电的不好 张大把球电到4号位 汉姆罗根把球防起来 自己来进攻 轻掉 这个轻打 打在中队后排防守队员的中心 汉姆罗根这个选手 他身高1米86 从弹跳力量各方面的情况来看 是具备一定的实力 最重要的是他打球也比较聪明 而且这名选手比较全面 发球进攻篮网 一传防守都不错 美国队自由人奋力逾越把这球防起来 汉姆罗根这个球又是打一个长线 但是王里娜的后排防得很严 小斜线 杨浩小斜线没有扣死 对方自由人把球垫起来 中国队打探头 第一裁判员判中国队过往击球 中队现在准备换人 10号陈静 也是参加了上级奥运会的老队员来自四川 替下了15号王丽娜 他要替王丽娜后排的一传和防守 特别是一传 这方跳发 发在身前 盼这个球落地了 这是汉尼夫的跳发 这种球过往之后下坠的很厉害 球速也很快 章纳虽然判断出来了 鱼也来接这个球 但是还是差了一步 陈诚和又叫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 双方都把第一局的两次暂停 全都用好 刚才字幕显示的是两个队 都没有再暂停的机会了 在一局比赛当中 每个队只有两次暂停 较暂停的机会 现在双方差两分 每个队发球 发球的是接应二传 汉尼夫 这名队员身高是两米 今年是25岁 还是采用跳发 一传电好 刘晓南在二号位 把球扣住 中国队一攻打得不错 21比18 中国队还领先三分 发球队是刘晓南 刘晓南的上手飘球 他的也可以叫跳飘吧 这种技术对对方也有一定的威胁 这个球美国队接得不错 汤姆罗根进攻是打手出界 还差两分 美国队就看汤姆罗根的这一轮发球 能不能有效果 否则的话 后边美国队没有再强的发球了 剩下他的发球 全上手飘球 这真是有点怕什么来什么 20比21 球速还是很快 这个球垫得不错 好球 这球是对方篮网之后球碰了标志杆 中国队这个进攻的速度相当快 22比20 中国队还是领先两分 中国队是建议二传 周苏宏他来自浙江 好球 周苏宏的发球破坏了对方一传 美国队无共 中国队防反的机会 对方把球推到前排 中国队拉开 杨浩这个球扣在了界内 23比20 中国队在第一局领先三分 这个球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球 美国队的队长阿末 也是走过去和第一裁判员要交流一下 美国队奋力的追赶 但是现在在关键时刻又被中国队把比分拉开了 美国队自由人斯特拉的一传不错 斯科特一个被飞 这是他今天第一局比赛里边第一次扣球得手 斯科特 斯科特 他的进攻篮网如果有所发挥的话 对于美国队来说 是非常重要 这球遗传不好 但是冯坤在网上反应很快 马上篮网 把球篮死 中国队获得了第一局的局点 王琳娜的位置到了前排 现在他又重新上场 中国队发球的是杨昊 王琳娜刚才换下了陈静 中国队局点 杨昊的发球也是非常出色的 对方后排进攻中国队三人拦网 得分25比21 当然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第一局 中国队一上来大比分领先 接下来保持住了领先的优势 美国队顽强追赶 最后还是没能够追上 25比21 中国女排上了第一局 中华医学会向我建议 养生糖成人维生素 这里头加了天然的维生素1 而且还有天然的β胡萝卜素 这一点太重要了 这么好的维生素 一天只要七毛钱 敢想象 敢实现 我能 润雾无声 昆仑润滑油 源自中国石油 光荣与梦想 火热排盘引爆激情 编辑短信三单 移动用户发送到8006 联通用户发送到9868 赢取500万像素数码降机 关注奥运排球 留住精彩 瞬间 感谢观看 9 wo 接近 他们 越山坡 佳 好 观众朋友 我们接着来向您转播 第28届夏季奥运会 女子排球小组在B组 第一轮最后一场比赛 中国队和美国队的交锋 第一局比赛 中国队并没有受比赛一开始 赵亦瑞就下场的影响 从第一局比赛来看 中国女排在这次比赛之前 对于如何去给队员卸包袱 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而且看起来效果不错 因为奥运会这样的比赛压力是非常大的 最关键的就是看哪个队能够卸一下包袱 到场上只有你的心态放平和了 自己的水平才会得到充分的发挥 中国队在第一局这方面比美国队要做得好 美国队在第一局他的进攻没有 没有太好的表现 而且中国队今天全队的在心态保持平稳的前提下 全队的整个的调动 就每个人的状态 精神面貌这方面的调动都做得不错 每名球员都能够保持一个比较轻松的表情在场上 这说明他们的心态还是相对比较放松 但是斗志又非常旺盛 然而胜了第一局 而接下来还有更加激烈的动作 现在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中国队首先是刘亚南发球 斯科特一上来就是一个被飞把球扣中 美国的两个复攻是相当有实力的 一个斯科特一个波恩 特别是斯科特他不仅进攻好 他这个被飞确实对手是非常难防的 力量很重点也比较高 而且他的篮网判断很好 移动也非常快 一传切好打交叉 周苏虹第二点把球扣中 美国队一传不到位 被扣打调整进攻 中国队后台把球防起来 中国队反击得手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技战术上中国队比较成功的地方 就是在篮防这个环节上做的比较好 自己的防反机会很多 斯科特在要球 冯昆把球防起来 这球开网不太好打 距离球网有三米远 而且是一个调整进攻 对于主攻来说有相当的难度 这个球被美国队拦死了 美国队另外拦网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二船阿末身高是比较矮的 所以他在前排的时候 他很少参与拦网 因为他拦网也没什么太大用 因为他的个子不够高 所以他的主要任务是防吊 这就要求他前排的另外两个同伴 在移动上要非常迅速 这种打法现在意大利女排也在采用 好球二次掉球 冯昆的二次掉球把球掉中 美国队换人九号 一个今年才出现在美国队阵容当中的年轻的主攻手 9号纳玛尼他是今年21岁 身高1米85 替下了菲普斯 王琳娜今天的发挥很出色 进攻命中率比较高 5比2 美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中国队和美国队这两支女子排球队在实力上是非常接近 双方比赛的胜负就是在临场的发挥 看谁能够把自己的水平发挥的更多 如果两个队都打出最高的水平 这个比赛是相当好看的 也能够代表现在女子排场的最高水平 而且胜负很难讲 就看最后的关键球的把握 谁把握的更好一点 但是如果在比赛当中有一方的发挥比较差 哪怕只差一点 在这样的高水平对抗当中 就会在场上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 再来 没有 Qué che 美国队还是丝毫为打强攻 这球两个人篮网没有并上 被纳玛尼打了一个中直线 把球扣中 刚才这个球就是美国队 比较有利于美国队的节奏 破坏了中国队的遗传之后 中国队的强攻实力不够 美国队把球防起来之后打防反 这球又没有配合好 这球进入防反 这球王琳娜发力 但是对方篮网的队员到位比较早 起跳的时间判断也很好 把手型摆好 这时候发力 效果就不会太理想 中国队现在叫了一个暂停 刚才这两个球都是中国队在 一个是一传不好 第一个球是一传不好 第二个是在打短平块 主攻打短平块的时候 二传和主攻的配合出现了一点问题 这样王琳娜只能把这个球处理过去 是文工的球 又形成了防反 但是这两个防反球当中 都是美国队多分的 通过这几年的比赛 大家对美国队肯定也非常了解 他和中国队一样 都是非常全面的队伍 他的队中 15号汤姆洛根和2号斯科特 是场上作用最大的两名选手 另外他的自由人斯科拉 也是一个很出色的选手 美国队现在在 二传和金银二传 这两个位置上不是特别强 就是说在六强当中相比 这两个位置 他不占有太大的优势 但是他的副攻和汤姆洛根 这一点的主攻都不错 纳马尼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第二局现在替补上场 已经得了三分 又是王丽娜 在四号位 这球平打打手之后 飞出了界外 六比六平 江平跳发球 自由人一传不错 又是拉开 终于有效篮网把球防起来 快球 轻调 这个球波恩判断的很好 没有机会了 就这样的球呢 就是在美国队 对中国队的进攻的节奏 他的 他因为打的很多 所以彼此之间判断很准 像这样的球 可能看中国队打球打的多的 观众都能够感觉出来 这个球是要打快球的 那么作为美国这样的 职业选手来说 他们就更能够判断出来了 这球判了打手 在今年以来 中国队在一攻上面 两点攻的轮次的时候 增加了一些后排进攻 在今天比赛当中 主动运用的比较多 以往中国队的后排进攻 都是被动运用 就是前排被卡轮了之后 才由后排来过渡 但是今天中国队 主动运用后排 运用的比较成功 美国队在第二局8比7领先 进入第一次技术暂停 美帝瞬间精彩一刻 原来生活可以更美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 您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向您转播的 第28届下季奥运会 女子排球比赛 小比赛 中国和美国的比赛 在第一局比赛当中 中国队是25比21 先胜了一局 现在第二局 美国队8比7 暂时领先 美国队发球的副攻守 7号波恩 塔姆罗跟一传接好 汉尼夫这个球强攻 这个球因为他的副攻守 已经把中国队的 篮网的这个副攻 刘亚南已经给吸引住了 那么刘亚南在对方 传出第二点之后 他要去补这个位置 起跳就慢 当他跳起来的时候 球已经过了 正好砸在他手上 轻掉 汉尼夫跟注意防掉 美国队连续几次 这球都没有捞起来 美国队刚才这个球 又是二传阿末 在调整的时候 球没有调整好 其实汉尼夫跟打得很积极 第一次从3号位跑过来 跑到篮网队员的身后来防掉 然后接下来又跑到3号位 再去逾越救球 刘亚南这个发球不错 美国队的进攻被拦回 探头 斯科特准备很充分 把这球篮一下 周苏红失误了 今天在第二局比赛 防反的争夺上 中国队还没有占到便宜 但是中国队现在为止 一攻还可以 一攻比美国队打得要好 这球是纳玛尼拦网得分 纳玛尼单人拦网 拦住了周苏红的进攻 这个球被溜 被美国队判断出来了 那这个篮网是比较长士气的 美国队11比9领先 美国队现在两个主攻 15号汤姆罗根和9号纳玛尼 他们都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生 但是汤姆罗根现在已经在打职业联赛 这球应该是界内 周苏红马上用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将比分追成了11平 对这个飘球中国队也是有准备 两个队彼此之间非常熟悉 像美国队这个发球的时候 周苏红已经等在那用上手来接 接这样的发球的时候 上手接一传 效果更好一些 中国队也是怀疑颜色 同样一个2号位被飞 对方篮网没有对上 13比13 那马尼上了之后 真是发挥的不错 那马尼在世界女排大奖赛的 几场比赛里边也替补菲普斯上场 他的进攻很敢打 而且作为一个新的队员 一方面是年轻队员上场之后 他敢打 再一个就是对方对他的 扣球线路不熟悉 他对他的节奏还不适应 看这球裁判判了什么 还没有名上 纳瓦尼七次扣球得了四分 这个飘球距离很长 中国的遗传不好 好球 王琳娜这个球一个拍心 把这个球打在对方防守 把提琴的中央得分 今天的比赛一上来 就看出了王琳娜今天显得很兴奋 状态调动得很好 横坤的跳飘 破坏了对方一传 好球 中国队反击快球 刘亚男背快 把球扣中 15比14 中国队又将比分超出了 中国队同样是利用 飘球 是冯坤的飘球 这个 这个发球给对方的遗传 制造了麻烦 中国队 väl策制造了 这次的地方 8是 12球 醍醪 现在中国队和美国队第二局的比赛接着进行 中国队接力把球接回去 汉姆罗根在4号位进攻 中国队又是有效的篮防配合 轻调 还是打强攻 美国队今天整个场上的队员反应显得不会特别快 反应显得很乱 中国队把球接好 拉开王琳娜斜线进攻 这方自由人的选位不错 自由人二传手阿末迅速插上 这个球打了好几个回合 后排 杨浩 美国队是纳玛尼把球垫得很高 自己在投入防反 这球打得非常精彩 穿快球 这个球快球波恩判断的很准 短平快被他给拦死了 这个球打得非常精彩 双方来来回回 这个球在球往上空 飞过来飞过去 有十次之多 中国队是希望能够在反击当中打快 但美国队随时防着这一手 波恩把球拦死 还是给周苏虹 这球美国队把球防起来 传得有点靠外 但是汉尼夫他的扣球力量很重 跑球短弯扣了一个直线 汤姆罗根 刚才这个球美国队斯科特和汤姆罗根两个人都显示出了技术上的这种扎实 斯科特是一个背向传球 它是一个打复工的 但是这个球传得很稳 美国队连得两分 16比15领先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地瞬间精彩一刻 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 中国女排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球队 在这次奥运会当中 中国女排也是非常受我们关注的一支队伍 因为在多年以来 中国女排第一次有了冲击 有了就是 有了实力去冲击奖牌甚至金牌 在96年的时候 虽然我们拿到了银牌 但是当时的实力 作为实力来说 并不是世界第二 很兴奋 在这里 冲击奖牌 我们在发球的事来自检论中文字幕志愿者 金牌 军队的王莉娜 这球也是中国队进攻的特长 4号位平拉开 这种球虽然是主攻扣的 但是平拉开是属于快攻战术 现在中国队两个主攻的平拉开速度 还是都是非常快 斯科特在这个球进攻上 他有一个个人的战术 掩护 他脚下的步伐很好 这名队员也是一个老队员了 斯科特今年是34岁 美国队员又再次采取了 这个两点换三点的战术 第一局他们也曾经采取这种战术 但是效果一半 12号梅特卡尔夫和4号林德西伯格 重新上场 伯格曾经在 今年和中国队的交锋当中 利用他的直线跳飘球 给中国队制造了很多麻烦 中国队打前交叉 但是对方的自由人 选位很好 把这球防起来 美国队防反 伯格把球 传高球传到4号位打强攻 中国的张平和周思红 双人篮网得分 对方的交双人篮网得分 对方的交双人篮网得分 美国队两次主教练 几天比明 采取这种两人次换人 两点换三点都没有奏效 其实他在今年的比赛里边 多次有这种教训了 就是他的这个战术换人 并不见得就会有效果 但是很固执 还是在奥运会这样的重大比赛当中 坚持使用 两局都不成功 当中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球 好球王琳娜 判断很转 拦死了对方的二号位进攻 21比19 那中国队在第二局 有一定的优势了 对于对方副攻守的 被飞进攻 主攻的拦网能力的高低是 决定对这种进攻方式的 拦防的效果 某的一传不到位 又是打强攻了 防闪球 防闪球 美国队得分 防闪球 追成了21平 在后面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要尽快的适应 对纳玛尼进攻的篮防 现在他的进攻 四号位强攻 对我们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好球 这球带着一点时间差的意思 打一个备快 这球带着一点时间差的意思 所以通过这两个球可以看到 两个队一传到位之后 一公都比较有威胁 也有一定的变化 但是从前两局 打到现在的情况来看 美国队的一传到位率 明显要低于中国队 美国队把球拦回 张大把球垫起来 中国队无攻 就从二号位进攻 汉尼夫在二号位 高点强攻 打手出界 23比2上 在第二局的关键比分上 美国队现在反超 中国队叫了暂停 就是在今天的比赛里边 特别第二局 有几个球非常明显 一旦形成防反的时候 美国队总是占上风 他虽然今天一攻打得不好 因为遗传到位率比较低 但是防反的时候 得分的把握比中国队要大 中国队确实在少了赵尔蕊 这个前排的高点之后 反击的时候 没有一个制高点去进攻 没有一个具备绝对实力的人 这样在你防反的时候 还要求要打战术 这对于全队来说 要求是非常高 在比赛的时候 对抗又很激烈 所以使得中国队 在防反这个环节上 现在要抓对方一分 比较埋 这个字幕又显示了 是第二局 双方的暂停次数 也都用完了 这球杨昊 这球是张平 有点软了 美国队获得了第二局的局点 23比22 中国队防反机会 看王琳娜 斜线 这球扣除了界外 对方是三人拦网 球传的弧线不够 所以王琳娜有点追着这个球打 结果球扣除了界外 美国队扳回了一局 双方在前两局 给打成了1比1 冠军风采波导拍 波导采客 吸引来自TCL光显对口梦想系列 17.4厘米超薄 法国新锐科技 TCL王牌 联想让我和世界相连 让友谊跨越国界 同一时间分享快乐 不断创新 使联想成为国际奥委会 全球合作伙伴 挑战极限 我轻飞翔白沙集团 嘿 隆重推荐 绿剑新成员 超强绿剑 特有超强剥合例子 给你持久清新口气 绿剑超强剥合口香糖 这是今天训练的最后一头 它开始旋转 动作很舒展 走 跑得非常远 教练正在测量成绩 试放你的活力 国家免减产品 三六一度运动休闲系列 教练 我能去雅典吗 中国又获得了一领金牌 给家人健康 我也有我的金牌 因为我用福林门天然谷物调和油 福林门天然谷物调和油 加入小麦玉米等天然谷物 凝聚金牌品质 怎么样 我能合金牌吗 金牌品质健康之选 福林门天然谷物调和油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比赛的现场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等一会儿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前两局双方打成了1比1平 一 二 二 三 二 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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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糖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我们接着来向您转播 第28届夏季奥运会女子排球小组赛 中国和美国的比赛 前两局双方各胜了一局 在技术统计方面双方各项都基本持平 和比分也是相吻合的 中国队在发球上得4分 篮网得8分 这两项发球是多赢了对手1分 篮网赢对手2分 但是各项技术都是比较接近 中央队防返机会 斯科特直接自己扣球 拉开好球机会 这个球在4号位形成了1对1 而且对面篮网的是阿末 杨浩这样的球就不会客气了 满球队开局又是0比3落后 第三局 在前两局打成1比1 有助于双方都能比较快的进入这个状态 比较好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如果一方打成2比0的话 像今天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古巴和德国 古巴队2比0领先 其实2比0这个比分往往会成为 队员的一个心理负担 而打成1比1 双方都是一样的 都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面 在接下来的比赛就把前头这两局忘了 重新再从头开始 所以有的时候在排球比赛场上 输第二局比输第三局要好 在2比0领先被对方搬了一局之后 往往成为一个转折点 还是纳玛尼在4号位进攻 中国队对他的篮防仍然没有太多的办法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限制住其他攻守 美国队其他攻守的进攻 仅仅靠这一点 靠9号纳玛尼这一个点 美国队还是要赢球还是不太容易 低传不太好 美国队注意防吊 但是纳玛尼的球垫回来 又交还给了中国队 队球冯昆传的不理想 美国队挑高了打强弓 汉尼夫失误 美国队转赢球员 9号纳马尼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她是今年瑞士女排精英赛当中 我们才认识她的一个选手 瑞士女排精英赛是 她代表美国队打的第一项国际赛事 那次比赛发挥的很一般 特别是第一场 美国队小组赛的第一场 她打的很一般 这名选手今年只有21岁 身高是1米85 她是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 就读的一名学生 今天美国队总的来说在发挥上面 汤姆洛根现在还没有太多的发挥 复工这个点 7号波恩要比2号斯科特打的好 好球 反击一个高点短平快 张平把球扣重 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边 6名队员应该说发挥的都比较不错 比较突出的两个主攻 在今天头脑非常清楚 在特别杨浩 王立大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他打的好的地方 杨浩在处理一些困难球 调整球的时候 他的头脑很清楚 保证了这些调整球不丢分 这就是中国队主攻的任务 王立大4号位 对方是三人篮网 重点冰房 再来很敢下手 每个队有效篮网把球防起来 给汤姆罗根 这球传的是不理想 王立大连续发力 但是没有效果 现在处理这些球上面 相对来说 杨浩的办法要更多一些 但是刚才这一轮进攻 也是中国队两点攻的轮策 前排只有王立大 和4号刘亚南这两个点 所以王立大自己的压力也很大 而当杨浩在前排的时候 他是打两轮三点进攻 给他掩护的同伴要多一些 每个队开局0比3 现在追成了5比5 林亚南这个被飞正好错开了15号汤姆罗根的篮网 把球扣中 发球的是2号冯昆 这球飘出了界外 波安的跳发 比较有威胁 破坏中国队遗传 周四红是利用平打打在对方的指尖上 球飞出了界外 7比6 中国队仍然保持着比较好的一攻成功率 每个队遗传半到位 强攻 汤姆罗根把球扣飞了 中国队领先到了第三局的第一次技术暂停 现在这支中国女排和去年世界杯的时候相比 两支队伍的这个状态上面 在一攻上差别还是不大 现在中国女排只要保证好遗传 一攻仍然是相当有威胁 但是在抓防反上面 由于我们在篮网这个环节上 少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屏障 就是少了赵尔蕊这个点 所以是我们在防守当中的起球率 起球的效果 都比世界杯的时候有下降 这样就造成中国队在打防反的时候 显得很累 因为我们首先 你的防守压力很大 因为篮网差了 防守压力大 这样防守防起来的球效果就不好 再投入组织防反进攻的时候 也带来了很多的困难 所以我们在防守反击这个环节上 和去年世界杯的时候相比 这个差别是比较大的 这样在反映在场上呢 就是中国队打任何一个队都不落下风 但是要想轻松的赢任何一个队 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因为我们防反困难 美国队连续失误 15号汤姆罗根一个 3号汉尼夫一个 像这样的失误出现在汉尼夫身上是很正常的 他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比赛当中 都是这样的表现 就是是很有实力 但是没数 什么时候他打好了 这个球就能得分 打不好他的球 他的基本基本锅 不显然不是那么扎实 但是刚才汤姆罗根出现的失误 就不是很正常 中国队在比赛开始之后 一直是用非常稳定的移工 使得在场上自己总的来说 还是处于比较主动的位置 在第三局比赛也是开始之后不久 美国队就把两次暂停的机会都用完了 中国队9比6领先 发球得分 10比6中国队领先 今天的球到目前为止 就是中国队比较正常的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够了 因为奥运会这样的比赛 每个球队要想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并不容易 用一个防反机会 开始给周苏弘 这个球传得近晚 而周苏弘在机球点上并没有实力 但是这个球等于送到了对方四只手的 对方手正好伍在那 这对于攻守来说就 没有任何办法 这球是三号位 有快球掩护 拉开到四号位 平拉开进攻速度很快 周苏弘又是一次防反机会 然后斜线把球扣住 12比7 在第三局中国队取得了领先 而且现在的形势 如果美国队没有大的变化的话 这场球应该说中国队非常有希望 除非美国队在后面它的队员 突然找到了感觉 突然调整过来了 因为在前面我们讲 如果这个比赛打成2比0的话 倒是美国队可能豁出去了 但是打成1比1平之后 美国队就不容易豁出去 好 好 湯姆罗哥一个发球得分 湯姆队马上就要一个战术暂停 中国队叫了暂停之后 双方回到场上 看看接下来的战局如何发展 中国队还领先三分 这是中国队来自天津的副攻守张平 发球进攻都很出色的一名选手 很顽强 拉开 看这个球杨浩处理的怎么样 这种球对于他来说是最头疼的球 再来 还是一个难度球给杨浩 这个张平垫得不好 每个队挑起来 斯科特在三号位 平打中国队后排把球防起来 这个球是到了对方的场地上 反击当中陈贝菲 使斯科特这个球扣球打手出地 这个球很典型 就说明中国队在反击的时候 主攻实力不够 虽然我们的主攻已经是 就以他们的条件来说 已经打得很不错了 因为我们的两个主攻守 一个一米八三 一个一米八一 当然我们都知道 我们国家最著名的主攻守 郎平他身高也只有一米八三左右 但是在郎平那个年代 一米八三大概 搁在现在 起码这个身高要接近一米九 才是有优势的 那么现在一米八三八一的身高 作为主攻来说就是小个 中文的十三比十领线 周思红一个轻发 中文球发到三米线附近 对方一传接的还不错 汤姆罗根现在 在逐渐的找感觉 汤姆罗根在今年的比赛当中 我印象中只有一场 他的得分不是美国队最多的 其他的所有比赛当中 都是汤姆罗根 是美国队头号得分手 中文队后排把球防好 还是拉开 还是给杨浩 杨浩扣斜线 这球是飞出了界外 在这些调整进攻上 杨浩真是竭尽全力 美国队十五这个球 中国队十五比十一领先 王丽娜 她参加的第三届奥运会 好球 中国队抓一个防反 非常漂亮 反击当中一个快球 打得很长士气 十六比十一 中国队领先 第三局的第二次技术暂停 但是如果是不好了 如果是不好了 如果是不好的时候 把他什么真正的都好了 就要把它系好了 好球的时候要死不过 其他家伙 都倒入的时候 可不好意思 把他进入了 刚好 他今天高球还多 高球多 暴风的时候 今天暴风就比较强 暴风的时候 他今天有点实不上力 有点飘 这是刚才中国队反击当中的一个短平块 这种防反的节奏 作为运动员来讲 打出来是非常舒服 好我们接着来看双方下面的比赛 美国队换人6号巴赫曼上场 替下了7号波恩 巴赫曼在今年的很多美国队比赛当中 都是打主力 精明选手26岁 身高1米93 同时美国队在场上 刚才也换了接应二传 美国队后排救球 这球还是没有救过来 这是最棒的 第1支出品 第1支出品 第2支出品 第3支出品 刚才提出品 在进攻上 双方进攻次数都是95次 但是中国队比对方多了6分 39对33 只有一传冲网了 结果造成了冯坤的触网 接好对方的跳飘球 一传到位 对方这个球是没法防 因为中国的进攻速度很快 阿莫这个背团的拉开还是传得很漂亮 弧线比较平 一传又有点冲我 中国队在一传的要求上面 是这个强队当中要求的最苛刻 那一传一定要送得很舒服 要送到网口 那么这个力量一定要把握好 力量稍微大一点 就是给对方看头 我说过去啊 好嘞 过来 这个需要不少 这个手都没有弹劲 所以让你弹劲 是实际上 就把一个弹劲 带你一点 趁刚卡开 然后再弹劲 找什么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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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中文队把这球拦回 再看这球防守 球垫得不错 中文队就会防反的机会 打快球 打一个落点 刚才对方是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二号位拉开进攻 被中文队拦网把球拦回 然后接下来赢得了防反的机会 在现在排球比赛 当中一个是比看谁的 一传不到位 比强攻 在一个一传到位的时候 如果在对方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你能抓一两个防反 这样就赚 这个比分就赚 而作为一个球队来说 一传到位的时候 一攻打不死 这种丢分是极不应该 第三局争夺的非常艰苦 双方在拉锯 现在中国队是用六号 来自天津的李山 他在场上是打尖二传这个位置 他换下主攻王琳娜 是替王琳娜的后排 中国队的几个替补里面 除了二传手宋妮娜 主攻手张悦红之外 其他人主要是为了防范 防范那个后排 这球判了中国队四次击球 斯科特倒是笑出来了 这时候有时候看队员在场上的表情 就能看出场上的局势 二十二比二十 中国队稍有优势 领先对手两分 这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减少失误 这时候双方都很紧张 只要球回过去就有机会 看斯科特发挥了 他的快球很开往 开往的球 拦往的时候 他的线路可以有一些变化 这球速度很快 但是中国队打得也很漂亮 是周苏虹打交叉把球扣死 每一分拿的都不容易 场上的气氛也非常压抑 周苏虹跳发 对方遗传不好 打探头 二十四比二十一 在这个拉锯当中 终于是中国队 抢得先机 先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有时候双方都紧张 真是比赛的结果 有时候说他是实力 但是有很多时候 真是运气 自己也无法 无法去判断 下一个球会是什么样 美国队频频换人 但是全队的状态都很闷 美国队遗传又被破坏了 哈姆罗根是凭借自己的实力 这个球是拼了 现在形势仍然对中国队有利 第三局比赛当中还是两个 两个局点 一船到位 拉开 四号位进攻 美国队把球垫到了界外 二十五比二十二 中国队胜了第三局 二比一 中国队领先于美国队 这一局赢得真是非常艰苦 金牌祝旧荣耀 金牌见证辉煌 昏轮入环游 与您共赏雅典风云 昏轮入环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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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往那站移 我感觉不一样 我就在雅兴 我这样打好球 你不会吧 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我来我走 对 USA 可以吧 小心 小心 好观众朋友 接下来每个队是背水一战 我们看看他们在1.2落后的情况下 能不能把这球追回来 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前三局比赛当中 中国队是25比21和25比22 胜了第一和第三局 第二局比赛是美国队搬回 在前三局比赛当中 扣球中国队得45分 对方是得了38分 在这一项 中国队赢了对手7分 篮网双方各得了8分打平 在救球成功率上 中国队救起了28个 而美国队只救起了14个 这样中国队在进攻机会上 就比美国队要多 而且我们的进攻得分 今天是超过了美国队 发球中国队得了4分 美国队得了3分 这是前三局的技术总体 下面我们来看第4局比赛 美国队一公共没有得三 我们要注意保护 然后还是开网 这球只能是处理过去 汉尼夫这球没有扣过网 这球是判了连击 是在网上 是美国队 队员连击 美国队这个遗传又没有 美国队把球防回去 美国队靠4号位的进攻 一个轻打 江南的扑就不错 这球没办法 这次球是中国队丢分的球 但是有的时候 二传手冯坤的 他会有意识地 打一些二号位进攻的点 只有这样才能够 牵制一下对方篮网的力量 虽然他知道周苏宏这一点 实力不具备 打调整进攻的实力 但是必须让他这一点要有 美国队发球界外 中队2比1领先 每个队遗传送给了中国队一个探头 中国队把球打死 中国队在第四局比赛当中一定要做好对手 比第三局更强大的这种反攻 美国队存在着在第三局完全放开和中国队死拼的这种可能 当他当一方把这个球就当输了打的时候 他往往能够发回一个比较好的水平 那中国队在第四局比赛当中要准备的更加充分 思想上一定要做好多打几板球的准备 中国队今天在第一局比赛开始之后 就是防守 感觉做得很到位 中队连续的球扛起来 又是有效拦网 周思红来调整 彭坤在二号位扣球 漂亮 这也是中国队一个独门暗器 就是二传手彭坤 他在有些乱球的情况下自己没法调整了 但是他可以在二号位进攻 在旧球上面 中国队已经防起了三十个球 在这一局美国队的先键 中方主攻准备手还是那么一 现在他的球也打不死了 中队是张平在二号位 一个斜线买球扣球 6比3 这球上不得根也是一个拐腕的平打 中队球没有拦住 汉尼夫又失误了 汉尼夫的这种失误可以说是司空见惯 不知道为什么吉田米宁 非常喜欢用这样的高大的队员 准备手 好 ница 准备手 好球 这球是打一个落点 今天中国的两个主攻手 在处理这种不到位的球上面 有一定的成功率 这样使中国队的球就比较好打 在今年中国队输的金场球当中 主攻都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但是今天奥运会的第一场比赛中的 两个主攻三号杨浩和十五号王丽娜 打到现在他们的发挥都是非常不错 这种不错一个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打快攻进攻的时候 他们和二传的配合很少失误 球打得很干脆 再一点重要的就是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 当需要他们出来考这个纵战的时候 他们一个是减少自己的失误率 不被对方拦手 另外自己在进攻上面有很多的变化 头脑一直保持比较清醒 采取一些变化的办法 不是去发力抹扣 因为那样效果不会好 对方的来往都已经定上了 而且采取了很多办法 比如说打手 比如说拐袜 还有就是打长线和打落点 能够把这种一传不到位的难关 给度过去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样的球如果一丢的话 可能会连续的丢生 最后又是一对一了 苗浩非常不客气 苗浩也进入了状态 在今天比赛里面 我们第一次在画面上看到 他也像一开始王琳娜那样 大范围的跑动了一圈 这说明队员的状态 在场上的很多这些表现 可以通过这些观察 可以看出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美国队又把菲福斯换上来 吉田比明现在心里也没数 今天的比赛从第一局开始 吉田比明就非常的焦虑 他这种焦虑的表现 也传染了自己的队员 所以到现在 他也不知道场上应该用谁好 而作为教练的表现来说 我觉得今天陈忠和教练的 起码他内心肯定也是压力非常大 很紧张 但是外在的表现 要比吉田比明要表现得好 没有吉田比明这么焦虑不安 中国队在这场比赛打到现在 应该说这个优势已经完全确立 但是真正要把优势转化为盛势 还要看后面的比赛还要抓紧 关键是气势上 双方的这个气势不能发生变化 只要双方的情绪一直保持住 就是中国队一直保持住 这个比较高的情绪 比较饱满的斗志 而美国在一直这么闷着 这场比赛 大局已经 干 roz嗎 回国队 Familien 我们会看到 跟香港第一先 做些托動转 摸的画面看到了 中国的一些古巴队手的表现 从场上的发挥来看 古巴和德国两个队都发挥得不好 特别是古巴队 他是非常紧张 但是也可能第一场的失利 使古巴队的这些队员 在后面卸下了包袱 能够发挥出比较好的水平 这都很难说 因为一场比赛和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 那么今天比赛来看 俄罗斯队他的心理状态也不错 队伍的心态摆得比较好 而且现在打法很清楚 就是加木娃这一点 就是加木娃强攻 看你能拦住几个 那么在今天的比赛里边 也是打得还是比较轻松 当然跟对手比较弱也有关系 巴西队还是保持了很好的状态 他们新的坚硬二传 马里安尼带了强攻 让日本队一筹莫展 日本队在场上拼得很凶 很顽强 而巴西队是 一直懒洋洋 无精打采的跟日本队在应付 日本队仍然在场上没有任何机会 三局比分21 22和21 双方的实力差距显示的非常明显 那么另外一场比赛 意大利打韩国 意大利对特伍特没有打阻力 在场上意大利还是一直保持着 非常明显的优势 韩国队三局补上20分 张平又是一个看头得分 13比8 美国队主教练积天敏明 又叫了一个暂停 教练在一场比赛当中的指挥 所以她的风度 就因为自己的队员来说是身体不一样 在这方面呢 陈师老应该说还是做得很不错 但他提到的这四年的时间里面 一直是那种非常平和的状态 当然他也有很着急的时候 但相对来说比较少 中国女排是一个 总是背负着很多压力的这样一支队伍 对于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要缓解这种压力 第四局的比赛接着进行 中国队在场上领先了对手5分 这球一船到内 都被中国队后排查得不错 把球防起来 往上再争 每个队得分 在今天的比赛里边沙滩排球也进行了两场比赛 中的两队沙滩排球选手 王菲和田家 以及网络和游文会 出师不利 第一天的比赛 两队选手都输掉了 但是中国女排看来今天的比赛 因为准备的很充分 队员们包袱卸得比较好 在场上调动的状态也调动得很积极 今天比赛打到现在是掌握了主动 特别是非常艰苦的第三局拿下之后 看起来美国队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但是比赛场上也什么都会发生 所以我们现在还坚持把比赛看完 现在北京时间已经很晚 大家还坚持守在这个电视机前面 对中国女排一个很好的支持和鼓励 16比9 中国队领先7分 第二次技术弹评 中国队在今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8月16号 北京时间是星期一下午16点钟 迎战第二个对手多米尼加 这场比赛应该是可以取胜的 然后8月18号星期三 是北京时间19点钟迎战古巴队 8月20号 星期五 是北京时间14点 迎战德国队 中国队8月22号的小赌赛 最后一个对手是俄罗斯队 比赛的时间是22号星期天 北京时间19点钟 中国队在后面和多米尼加和德国的比赛 中央电视台在 转播当中会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 但是后面的比赛 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 请大家关注中央电视台的 每一套转播节目 特别是我们的奥运频道 也就是第五套节目 在转播的预告 攻的一传到位 主攻到三号位 再打叛同 每个队这球是防不起来了 这次奥运会排球比赛 男女排是交替进行 所以中国队的比赛全都是在双数的这个日子 十四号十六号十八号二十号和二十二号 那么单数的日子是进行男排的比赛 这样可能大家更好记中国女排的小比赛比赛的情况 对于美国这场比赛呢 在赛前 前两天我也和中国队这次的领队 国家体育组局 排球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 徐立主任通了一次电话 就是对美国队这场比赛 怎么看 徐立主任的说法和我们很难的看法 我们应该是一致的 就是他对于美国这场比赛 不要把它看得太重 这只是一场五场小组赛当中的一场 这场比赛输了 并不是说你就拿不到冠军 像84年的时候 我们小组赛也输给了美国 最后仍然是拿到冠军 这场比赛赢了 也不是说后边你就会一帆风顺 对于这场比赛 我们又会以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去看待 我觉得非常高兴的 就是中国女排在赛前 我们了解情况是压力非常大 但是通过今天这场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上上下下 做了很多的工作 最大限度的缓解了中国的压力 当然今天中国的有一个损失 就是派赵尔伟上场打首发 现在赵尔伟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是看到在第一局打到第三分的时候 他就右腿又出了一点问题 所以管他下场 最后坐在担架上 可能到医院去进行一些检查 中国的主攻在这时候不能松懈 就还要像前头那样 每个球要非常谨慎 非常努力的去打 而且手上要增加一些变化 带着就是一拳要稳 你先六分 对中国女排来说 这个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六分应该是一个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如果这六分的优势 放在一些 比如说俄罗斯队 古巴队 球队身上的六分 很不保险 但是像中国美国 巴西和意大利 都是比较我心的 意大利队呢 在赛前 我觉得意大利特的实力 是比较强的 但是看了今天的比赛 如果托古特不能上的话 意大利要去争夺金牌的话 显得比较累 因为托古特的强攻 对于意大利队来说 非常重要 在这种顶尖球队的 对抗当中 少了托古特 意大利队要少很多武器 我们现在在和平 有一体育馆内 现在很多的中国队的 拉拉队 都已经在准备享受胜利 美国队今天的衣传 真的很糟糕 我们看中国队 怎么来拿到最后的五分 好球 漂亮 对方三人拦网 但是王琳娜的线路 还是打得很清楚 21比14 相信今天到 希腊 培莱夫斯海港的 和平友谊体育馆 那就是为加油的 这些球迷没有白来 那么在 北京时间两点半 还守着看 这场中美比赛的球迷 今天晚上也没有白等 虽然这场比赛 从质量上来说 不算太高 但是最重要的是 中国女孩获得了 现在还没有胜利 但是我相信他们会赢 中美移传到位 被派掩护 还有一点接球 每个球都要谨慎 这样的优势 往往是一点一点的 被对方给搬回去 每个队现在是放松了 这个球每个队的场上的队员 就是当地场比赛已经输了 因为打到这个份 好球 这个不连续丢分 然后第二个球 把球扣死斜线 22比16 中文队换人 6号李山 踢下王琳娜 来踢上了后排 李山也是参加了上届奥运会的选手 在中国队现在这个阵容当中 王丽娜 陈静 李山 是参加过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 王丽娜还参加过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中国队半决赛对俄罗斯的比赛当中 就是由于王丽娜的出色发挥 中国队暴冷击败俄罗斯队 获得了奥运会的银盘 康姆罗根发球失误 23比17 康姆罗根这个发球失误 可以宣告今天的比赛 已经结束 中国队的下一个对手是多米尼加 然后是德国 那这两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 已经拿下了美国 应该是非常轻松的 正常的发挥 可以取得三连胜 对古巴我们也有一定的心领上的优势 中国队在比赛当中 打了一个很好的开局 唯一遗憾的是 我们现在不知道赵日瑞的情况怎么样 在奥运会这样的首场比赛当中 重要的不是打得好看 最重要的是取得比赛的项目 看中国队的移工能不能拿下来 对方拦往沃果 杨浩扣动了最后一分 25比18 这场比赛的第四局的10分以后 其实已经没什么可看 每个队肯定赢不了 这样中国队以3比1 取得了小赌赛的第一场胜利 也为后面的比赛 认为一个很好的基础 一个非常漂亮的开门湖 好观众朋友 这场比赛就请您欣赏到这 是由洪刚姐说的 谢谢各位收看 好观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